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一集的耶康种植者 在之前我做了一个视频是讲如何修剪番茄的 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一个疑问 就是说如果我不修剪它 放任它自然的生长 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 坦白来讲呢 因为我之前都是对番茄进行修剪的 我知道如果不修剪的话 它会更多的长叶子而不结果 但是我没有真正的去做这样一个对比实验 出于对无土栽培负责这个精神呢 我在这个花园后面大概留了十几颗番茄 全部没有修剪 我想今天给大家看一看 这些番茄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是最旁边的两颗 长得非常非常的大 大家有没有看到 长得真的很好 叶子好茂盛啊 但是果子呢 我们仔细看一看 好这边有三个很小的果子 然后这边呢 有开花 但是 果子真的很少啊 这里面 这里面有几个 然后我们再往里面走 这边又有一堆 因为没有修剪 它下面已经出现病害了 这个应该就是因为通风不畅 然后导致的这个里面有一些病菌 这个是白粉病啊 叶子已经开始有发黄的情况了 那这一颗到现在还是没有结果 就是长得挺茂盛的 再往前走 都是长得很大很壮 就是没有结果 这样的一种状态呢 就是营养生长过剩 然后导致了这个生殖生长 也就是开花结果受到了影响 然后这里有几个 下面也是有病害 然后再往前 这一颗还好一点 但是再往前基本上都是不行了 就真的没什么果子 所以说呢 通过这样一个对比的实验 我们虽然浪费了一点时间 但是的的确确是看到了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说 番茄如果是不修剪的话 它会疯狂的进行生长 更多的长叶 长枝 但是果实的数量呢 会受到明显的减少 怎么更好的理解 这样一个现象呢 就是说 番茄它长出来之后 长出来旁枝了 这个旁枝需要更多的能量继续生长 它要再长几片叶子之后呢 才会形成这样一个花 也许你会问 之前修剪好的那一颗 现在是什么情况呢 它实际上是结了不少的果子 然后在这个时候呢 出现了一次白粉病 然后我喷了一些药 有些叶子呢 是已经干枯了 不过 大家从这里开始看 它 再往后 结的果子 就真的是一串一串的 像葡萄一样 这就是修剪的力量 从头开始看一下 再对比一下旁边的这些 没有修剪的 这个果实的数量 真的是截然不同的景象 花了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 把这个60升的垃圾桶 已经全部填满了 然后这些番茄呢 是终于修剪好了 在修剪的时候呢 我发现其实很多叶片 真的是已经都黄掉了 幸亏呢 今天是下定决心 把这些番茄都修剪好了 希望它们能够早一点结果 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 这一集的叶康种植者 我们下集再见 大家修剪的时候 一定要戴手套哦 不然就会变成绿巨人